請鄭光峰 鄭議員 質詢 市長 我們的市府團隊還有媒體朋友 電視機的我們高雄市民大家午安 那非常感謝在總質詢之前 我還是要感謝我們每一次的服處的服務案件都有 因為這樣的市府的協助 在這裡也特別的感謝 當然我們也一起來為這個城市的進步而努力 那請下一張 請下一張 我想先恭喜我們的勞工局長 我覺得當一位民進黨的部門區立委是實至名歸 特別是在勞工的領域裡面 那我在這次的部門的質詢裡面我也特別 因為有一個勞工的案件到我的服務處裡面 在中林路他湯之前 我們台電的這樣的浅頓工程 其實在我們大坪頂就死了一個人 在30公尺地底下 就因為一個公安事件死了一個人 那這樣的一個賠償事情 我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請下一張 其實在我想局長你應該也記得 你未來做立委的時候 剛才還有一個功課給你 因為你跟我回答就是說 我們未來可能在立法院要修我們勞動基準法的第六十二條 因為我們現有的台灣工程裡面 往往大包又小包又大大小包一直包下去 但是因為如果出事情往往都推給最下包 所以這樣的一個保險的醫療的公安的保險方面 我想局長這邊也要請你來 可能當你當明年的不分區立委之後 我們是有期待的 是不是局長先來回應這個問題一下 局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政議員 針對勞動基準法 大概就是陳如 陳議員上次也特別提到 當這種陳陳轉包到最後的時候 勞工不管是他死亡 到後面的一個賠償的一個金額 那最終是不是有最後陳懶人的一個球場 那這一個部分大概是針對職業災害保險 我們也希望能夠拿出來 因為現在除了勞動基準法六十二、六十三條 還有五十九條 你如果再加上現有的職業災害保護法 你把它拉進來之後 你去看會讓勞工朋友 對於一個職災的一個發生 職災的發生可能包括醫療、失能、死亡甚至失蹤 如果能夠把這些的相關的法律的條文 能夠單獨立法 因為現在的職災的保險 幾乎都是在勞保裡面去做給付 他的金額也少 那相對的他受到的保障不夠 如果未來能夠把 職災的保險能夠單獨立法 也就是說把現有的勞基法也好 職業災害保護法 這些的條文能夠匯整到未來的職業災害保險法來 對可能會對我們的勞工朋友更比較有幫助 就成為剛剛 剛剛 預言 剛剛上一位那個 他特別提到 勞工朋友他因為他可能 沒有辦法強制家保 也就是在四人以下的家保 未來職業災害保險法 如果單獨立法 對這些的發生職災的勞工朋友 我想局長 未來這個公共工程的部分 不管大包小包多少包 我覺得這個法令修訂之後 我真的有期待 局長你當立委之後 把他修訂好 因為勞工去再跟業者 在做這樣的賠償談判的過程當中 往往都居於類似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修法之後 能夠給勞工更大的保障 請坐 謝謝 謝謝 請下一張 請下一張 有一天我喝一點酒 坐上一台那個計程車 那計程車司機告訴我說 我在那個 塞吉林車 我就請你跳唱那條海浦龍 他說那個機場前面 我剛好坐在這個機場前面這一條路 我想那個路就像一個海浦浪一樣 這個海浦一樣 那其實這個 就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唱的那條白浪淘淘我不怕這個 每一年我想機場前面 或者說在所謂我們前鎮小港周邊的工業區的道路 其實都是非常的不平穩 而且非常的嚴重 到年底的時候 這個問題每次當然我們都跟公務局也這樣的一個緩應 但是我總覺得這背後兩個問題 第一個 因為工業區 出入工業區的這些車子 往往都是造成我們所謂道路 非常嚴重不平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它頻率多 而且它載重量也許是過重 那第二點是不是反映說我們每一年 在這個這個我們這個鋪 不博有的工程裡面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再加強 因為這個地方它的它的債重量需要更大 所以我們是不是請阿蕭局長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問題 我們未來能夠 因為每年碰到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困難 而且我們常常要打現場 好 告訴我 但是只要碰到這個工業區裡面的道路 像往大林浦那邊的北林路 東林路這些路往往都是經費很難去爭取 而且都屬於中央跟地方 這樣的一個所俠的地的一個爭論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解決 而且應該要每年 因為這個大家出路 那邊出的人非常的平軟 他們在開車或者騎機車都非常的危險 是不是局長來回答一下 局長請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其實我們中山路跟我們沿海路 這種車側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坦白講說 車子有超重超速的行為 但是在我們曾經有測試過 我們在擴建路、金湖路 早期也是這種路況 我們在擴建路跟金湖路也都解決了 那我們有關在中山路跟沿海路的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啟動前面的測量 包括我們橫斷面、重斷面全部的測量 就是我們中山路跟沿海路 這車側是要怎麼來解決 這是我們比較長期的來講 包括我們路基的部分 第一期的部分 現實是有看到的 為我們中山四路跟沿海路 這個車側就是那個車道的部分 有部分車道 車側的部分我們在11月21號 也就是我們馬上進場來做 另外沿海路的部分 有幾個路段幾個車道 也是這種路況 那我們也預計在12月中旬 來做一個改善 我剛才說的 那是前面改善的部分 這個我們在測量晚 我們也會逐年逐期來編列預算 來做一個徹底的改善 以上 我想這個是一個 國際機場的前面的道路 每一年都發生 那新局長親去向 我們絕對有期待 我們希望 不管是不是在國際機場前面的 中山路沿海路這個地方 包括我們可能未來 我想跟市長也要做個報告 未來真的民進黨執政 我們希望在一個工業區裡面 怎麼樣去分擔 這個預算裡面的一部分 去做道路上的分擔 我覺得那個是有必要的 因為工業區裡面周邊的道路 常常就是一個非常崎嶇不平的道路 每一年都會有人到我無處 每一年都有人打電話給我說 那江峰這路很難走 很危險 我們常常很無助說 我來反應 這單電來打下去 有時候不見得都能夠兌現 所以我想說這個問題 有涵蓋到我們工業區中央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 我們民進黨如果真的執政 能夠來承擔這樣的一個溝通的問題 能夠把經費 能夠不管是攤體 或者有一定的程度 把那個周邊的道路來做一個平坦 請下一張 我這個更嚴重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的不堪 請下一張 請下一張 那輕軌是一個我們所有 不管是不是高雄還是整個台灣 都非常非常吸引的一個大事 也帶動我們高雄的一個觀光的一個賣點 那我們在還沒有去試乘之前 其實當地的居民當然有跟我這樣的反應 包括整個交通動線的習慣的問題 譬如說我們綠燈往前的不能右轉 再來就是看不到這個交通的秒數 看不到交通的秒數 請下一張 那個套字燈沒有秒數 請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兩三次的跟當地民眾做一個協調會看之後 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他並不是 請回到第一張的圖 未來他並沒有辦法像長期 像我們前鎮派那麼多的請上一張 那麼多的不管是義交也好或者交通大隊 我想前鎮這邊的遠景也好或者交通大隊 甚至義交也好 我想這段的時間應該負荷的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未來整個營運之後 我想應該要邁入一個常態 所以我們也希望交通局說 是不是這個耗字燈要另外一個系統 因為我們在整個協調的過程當中 他是沒有辦法把這樣的一個秒數的概念 去帶動跟周邊的環境的改變 比如說什麼周邊環境的改變 居民或者外地人到那個輕軌沿向凱旋路兩邊 他們不知道說到底要等多久 因為我們大家互相相望 四邊互相相望 那當然有些是交通的習慣有改變 我們希望在整個宣導方面也好 或者說在整個動線方面 還有他的耗字的畫面 是不是需要再進一步的來做一個更新 是不是局長可以來回應一下 在我們其他交通問題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有關輕軌沿線這些入口的耗字 現在是我們以輕軌優先這樣的一個方式 考慮到整個入口的安全 我們做一個整體的配置 那所以是有一個由捷運局的這個整體來做這個控制 那我們也跟捷運局這邊成立了一個小組 對於這個實相還有這個實質的分配 我們定期會做一個檢討 我們希望說盡可能在最近這樣的一個運作 我收集到的資料能夠把它更加的優化 局長我忠斷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當然當地那個整個輕軌的沿線 大家對這個交通耗字的那種 原來譬如說綠燈可以右轉 現在不能右轉 我想那個應該局長你的幕僚也跟你報告 他重要另外一點就是說 是不是不管是在地那邊的民眾也好 或者說是我們外地人也好 我覺得秒數燈這個系統如果不行的話 要不要獨立一個系統 它是有必要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 到底那邊要綠燈還是那邊要切燈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那個地方會造成很多外地人 跟在地人這邊交通的混亂 現在擁擠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個系統方面 趁著還沒有全面營運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來通盤檢討 這個秒數燈的部分我們來研究 因為現在是輕軌優先 所以輕軌如果進到感應區的時候 怎麼樣把這個訊息 能夠馬上跟一般入口的秒數 能夠做更好的同步的反應 它會是一個我們必須要待解決的挑戰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來努力看看 我想我們對交通局應該 著手趕快來做這樣的一個耗子燈的系統的改變 好我們來努力 請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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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另外我想在我們高速公路末端 國工局它整個工程到年底應該要告一段落了 那高速公路末端的整個貨櫃車專用道路 這樣對我們當地的我想當地民眾的交通 我們在想這個邏輯應該是會更為順暢 而且更為滿意才對 但是我們其實面對在這一兩年當中 也因為這個地方的不管是他工程的控管不佳也好 或者當地的民眾非常那個工程造成交通的混沌也好 在這一兩年當中死了三個人 死了三個人 還發生了好多輕重傷的車禍 那故事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時候 有一個女兒就是被撞重傷的一個女兒到我的服務處 他告訴我說他去報案 可是我們當地的派出所 局長可能這一點也不知道 我也要轉述一下 派出所他把那個造勢的車輛就讓他放走了 這個第一個事情是我們派出所的態度 還有他後來要去問一下這個案情怎麼辦的時候 他是受到無助的 他並沒有抱怨他是無助的 他跑來我呼售 他問我說到底要去找高郎堆的 還是要來拍出所 還是去哪裡去堆 我當下其實有一點一點憤怒也好 或者說我覺得是很無奈也好 我覺得他父親躺在那個醫院受葬傷的時候 後來是死掉了 那因為一個工程造成當地民眾的一個死亡 車禍死亡 我們我們身為一個不管是遠景也好 或者說我們很多單位這樣的推諉 我就覺得不應該 那這個工程裡面有兩個問題 我想交通局這邊我們希望能夠做得到 第一個到底這個貨櫃專用道路未來的交通分流 有沒有強制性 如果沒有強制性 你一個東西要下去一個東西不下去 反而造成地方上交通的混亂 所以我們要求說如果這個我們中央蓋了這個貨櫃專用道路 他未來是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要去好了 叫你去那頭上駛到去工業區 可是他還是下來高速公路下 局長這個也沒有強制性 局長 或者我們用法律 我們一定要一十二月就要開通了 我們很關心這個議題 好局長請回答一下 請回答 好謝謝議長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有關這個路段 按照他的時程是 明年一月底他整個要完成要通車 通車完以後 我們就希望未來情境平面的這一些重型車輛 或是所謂貨櫃拖車應該就要走上面 這部分我們會透過整個當時設計的原則 配合我們地方上需要的這種交通管制 會來嚴格要求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引導 把這個重車跟平面的道路做一些分流 局長我是對不起請我中斷一下 我是強烈的要求要嚴格控管 因為既然有這樣的一個貨櫃專用道路 他務必要做到分流很徹底 而且我們在法規上怎麼樣去讓這些車輛去 而且這下面本來就交通上的管制 這個路就不屬於這麼多頓的車輛去經過了 他要便宜行事 他要這樣會造成地方民眾交通上的夢魘 或是並超越人以後交通的夢魘 因為剛剛講那個我講那個女兒的一個故事 還有最近前鎮國中他們家長會校長來跟我陳情 都是因為他們那個地方造成的混亂 那當然在上上個禮拜前鎮國中也發生一個請坐 也發生一個孩童車禍然後造成腦部重傷的一個案例 其實這邊車禍就非常非常的不斷 所以局長在我們上次的審核預算 我只有說跟你陳情說我們再把它找一個時間 好好的當他這個還沒有開通之前或者開通之後 好好的去規劃這個地方的交通的耗制 不管耗制動線我想有賴我們交通部門的一個專業 我們不希望這個地方變成未來高雄市非常高的造勢的路段 也不希望他是未來草芽地區的一個夢魘 好謝謝請下一張我想這個地方請下一張 下一張好下一張好請下一張 我想登格樂這個議題我們是都會在媒體上 一直在討論的事情那記得當國民黨團 當國民黨團在我們在議會開議的時候來阻止說 市長你不能去華國去歐洲那我當我記得當時有提議兩個 一個就是設立一個防疫基金也好或者一個研究的中心 因為登格樂他不是一個單一城市的問題 他是一個國家的大事 好我們不能因為當一個數字 大家感覺到媒體在吵了 或者說這個數字達到這個氛圍之後 都覺得變成一個政治工具的政治工具的口水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這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我們期待 市長我們期待說明年我們真的能夠執政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問題能夠徹底來解決這樣根本的問題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能夠從兩方面 第一個我們預算裡面從來沒有一個中央我們的常態性的預算來做這樣能夠機動性的一個防治 因為預防勝於治療 我們之前沒有這個預算 當他發生之後再來說 給要一塊給一毛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中央過去長期來縱北清然的一個心態 第二個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亞洲我們台灣是一個亞洲 一個亞熱帶的一個國家 這是一個常態性的疾病 我們常常為了要幾個幾個 不管是市長 下次很多的單位 我覺得這個數字是一萬多個 但是我在這個公開的面前 我非常肯定今年登革的所有團隊的這樣的努力 為什麼 如果沒有這樣的努力 絕對超過這個數字 甚至超過台南這個數字 一定 但是我們要回歸到原來的專業重點是 如果這個是亞熱帶常常發生的疾病 這個應該從學術裡面去根本解決 所以我們高雄有高雄醫學院 很多的學術單位可以來做這樣的研究也好 我們中央也有很多的單位可以來做這樣的研究 這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不是一個單一城市的問題 我們把這樣的問題拉到一個政治問題 變成是無法解決 往往把今天 今年講過的問題又丟到明年的又重複的發生 所以趁著今年我想跟市長做一個分享跟報告 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未來能夠成立一個防疫基金 這個才有機動性 我們不可以一天看中央在那裡拿下錢 我要把你投五千萬 你給我一千 這個 在討的時候已經其實也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預防絕對勝貨治療 防疫基金 第二個 我們在產學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必要 未來民進黨執政之後 要跟中央 特別是我們現在 副總統的候選人是陳建仁 他是一個公衛專家 我們希望他能夠去把這樣的一個議題 登革的議題 能夠把他的資源 能夠把整合 讓這個登革的一個問題 從學術專家裡面去根本解決 我們要處理的這樣的一個 包括噴尿 那個都是末端的 我覺得那個都是末端的 所有的公務人員 人羊馬歡 人羊馬歡 都覺得這個一望多見都覺得好 很很害怕 為什麼這樣 會不會被罵 我覺得這個不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末端的問題 我們永遠沒有必把 源頭的問題去做一個來思考 所以我在這裡要跟副議市長 未來民進黨執政之後 我們應該不管是地方 要成立一個防疫基金 第二個 我們覺得在中央 我們怎麼樣去把成立一個 一個團隊 來做登革的防治 包括很簡單 到底噴藥有沒有效 我想很多議會同仁在問 國長 噴藥有沒有效 這個是專業的問題 這個不是說我國長說的 有效就沒有效 還是市長說的 有效就沒有效 不是 而是說我們這個是專業的問題 留給專業去回答 不是在議事庭能夠討論這個問題 或者說我們登革的到底怎麼樣讓蚊子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產期 能夠把這樣的那個整個生長期把它 block 掉 或者說我們是不是 不是的疫苗能夠把登革熱的疫苗去把它研發出來 唯有這樣才能夠把源頭去解決 才能夠解決我想登革熱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議會明年是要邊去巴西 總知道我們明年是要去巴西 我想我們去巴西考察 只有一個原因後來停止 是因為那登革熱 我印象是三十萬還是六十萬 六十萬 六十萬 一百幾萬 我覺得這個問題相對於 我們現在不是要比較計較說 我為了我們這個政黨的傾向來支持 來對這個護航 而是我們應該回饋到這樣專業的論述 不要把登革熱一直弄在一個政治的口水 我覺得已經受不了 而且在浪費很多的成本 所以當我昨天要到這個資料之後 我覺得我還是要跟我們的事務團隊來做一個鼓勵 他們真的非常的辛苦 請下一張 而且他們噴尿也好 請下一張 這志工還有下一張 請下一張 剛剛那個請上一張 剛剛那一張是上一張 是我 我記得我有去參觀他們 在前年還是去年去參觀 他們各的他們個別集管處的私人的一個養蚊的地方 非常的努力 可是沒有機會 市長這是他們自己的所在 他們覺得對這個網 我想局長應該很清楚 你們局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單位 這個應該是回歸到學術 而且要花更多的錢 才能夠把這樣的一個研究更徹底更專業 請下一張 但是我們也回到說 儘管如此在一個源頭 我剛剛講到這樣的一個論述 專業論述裡面 我想我們在這一次研考會的民調裡面 我們發覺到一個問題是 我們從今年的五月到今年的九月 環境的環境變差 我想市長應該注意到這個訊息 環境的變差 也許是我們是不是在登革熱房子方面 有一些末端的漏洞 這是我們這次民調出來的一個訊息 這是我跟研考會要的資料 所以我們有高達八成 市長你有高達八成的一個滿意度 那這樣的不滿意度 他反映出第一個問題 過去我記得是治安 現在是反映出來是環境的變差 所以我們在末端的這樣的一個檢討裡面 我覺得如果要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民調裡面 或許是比較客觀的 我們怎麼樣去這個環境裡面 來做一些改善 我覺得是這樣 那其他整個登革熱房子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的肯定 唯有就是在這個民調裡面 或許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把這個環境變差的問題 來做一些來討論 那當然我們覺得在一個環境裡面 身為一個高雄市民 我們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全民 對這個城市的認同 跟光榮感 應該要一起來做的 所以我們想 不管是在新聞局這邊也好 或者說怎麼樣讓高雄市民一起來對這個環境的一個周邊環境的乾淨的落實 愛這個鄉土 愛護這個土地的觀念 我覺得新聞局也好 或者怎麼樣去讓落實 讓我們高雄市民說我們周邊的環境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從根教育也要做起 所以這是我們最近研考會他的民調出來 而且他有偏高的取向 原來是8.7%到13.6% 我想這個是我們覺得應該是不是要檢討的地方 這是從數據裡面來看出這樣的一個改變 請下一張 所以我也跟市長做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未來的預算 我們有很多的基金 但是這個防疫基金 我們是覺得應該要 因為他才有辦法常態性來做這些的工作 而且不要老是我們跟中央要的時候 已經緩不及及 我覺得那個已經都來不及 而且中央根本不屑你要給你多少錢 而且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種心態讓人非常非常的不以為難 所以在這一次的國民黨團 在這次來跟市長說 登高到這麼嚴重你還出國 根本是自己打嘴巴 你中央都不管地方 這個是國家的問題 跟地方是大家綁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專業問題 應該回歸到一個整個包括國家 包括整個怎麼樣的預算 我想成立一個防疫基金 它是有必要的 第二個 因為我剛剛講到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環境的變化 我覺得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常態性的社區的志工 這也許是一個以理為單位 那我現在的觀察是過去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常態性的社區的志工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們希望說有更具體的預算能夠落實 我們不用客氣 有效 這個常態性的志工 一方面我覺得可以把這樣的社區的一個 性無社區的概念 帶進這個社區 大家的社區 現在做志工 他就是基本上人工 我這個理我這個社區 這不是說我對環境去更清楚這個概念而已 而是我做這個志工能讓這個社區做更多事 我們看不到的效果 所以我們覺得在成立這個常態性志工的時候 我們希望市長能夠把這樣的一個眼光 能夠把這樣的預算能夠落實 能夠讓他這樣專款專用 第三個就是產學合作 我想登格樂防治中心 他需要是一個很專業學術的研究 未來我們民進黨真的如果能夠執政 包括未來的總統是一個公衛的專家 登格樂未來幾年還做得不好 我覺得我們就要減透 我覺得我們就要減透 所以未來我們想希望成立這三方面的建議 能夠未來不要變成都嘗試政治的口水戰 幫他登格的成立一個政治的一個工具 我覺得都不妥 我覺得都不妥 我們應該回歸到專業來論述這一點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先請我們市長先做一個回應 請市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鄭議員 我想今天聽的鄭議員 今天的質詢 我相信師傅的團隊參與登格樂的所有的工作的這些夥伴 我想大家一定會有那種知音的感覺 我想高雄市的登格樂小組所有的工作夥伴 我們是從今年的三月開始到現在 不管是在基層的第一線區長 包括區長邀請地方里幹事里長 志工包括市府的團隊 所以現在我們曾經的副市長是總督導 三位副市長三位副秘書長加上我每天早上我們的成會 都是為了登格樂的疫情 都是為了登格樂的疫情 積高不下 一開始我想我非常感謝鄭議員提到 如果不是所有的同仁這麼的努力 這麼的努力超到要變過 我是跟你說今天登格樂的疫情 以我們現在今天是十一月十八號 十八號我們現在氣溫還高達三十度 高雄在北回 台灣所有在北回歸縣依然 這個都是很嚴重 但是因為今天在台灣這樣的一個不正常 這種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登格樂的議題 我們都是被成為打擊的對象 看到台南賴清德市長被登格樂被羞辱 我們在登格樂今天登格樂的疫情 市民也是對我們有所批評不諒解 我們這個我們都接受 我們會認為說今天有任何一個市民感染登格樂 我們都覺得很難過 但是居家在家裡有忙 我是不知道政府不是兄弟 我沒辦法去我們高雄兩百七十八萬的人家 我去問一個人家 你們家的忙我幫你打 幫你解決 都把你們這些消滅 我其實沒有能力做到這樣 我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高雄市政府學習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千個 整個登格樂查查研 他們有拿他們的公務人員這樣的一個PASS 可以進到每一個家庭 如果沒有按照登格樂皇制的SOP程序 就做法 就是說你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應該 來維護你自己家庭內部的責任 我們現在屋前屋後四周的環境 只要我們看到你們陽性的一個水溝 我們就噴藥、灑鹽、灌海水 我是認為所有的工作同仁 我總之一句說炒到要翻去 從三月到現在連續九個月 但是登格樂的疫情現在還在高溫 所以這個禮拜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因為這個禮拜是一個高空期 但是我覺得剛剛看到整個政議員 有一些非常好的意見 我們會把這些意見列為我們很大的一個重點 登格樂的疫情不是今天才發生 這十幾年來整個氣體、氣溫、地球的變化 登格樂越來越嚴重 我手邊有國際衛生組織的資料 在越南是五萬三千例到昨天 馬來西亞是十萬兩千例 泰國九萬八千例 新加坡他們很嚴重 他們都是用重法 他們現在是八千七百八十六例 那菲律賓大概是十萬多例 巴西一百四十萬 一百四十六萬的登格樂 這些也是我們議會 大家好像原本我們議會有這個規劃 現在都放七七八十 我用這樣講 就是說今天高雄市 所有的同仁 登格樂小組 我每天 我們有兩個小組的群組 我一定要看 一個就是我們的地下管線 地下管線的小 有一個群組 這個群組一出去 相關的同仁 超過一百人會看到 我每天一定要看這個群組 任何時候我都二十四小時 他們都必須通知 第二個就是登格樂小組 我每天都看千幾個 我就一直這樣播電腦 因爲什麼 他們看到登格樂 一定要有照片 一定要有髒亂點 還有他的姓名 哪一區哪一里 是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說我這樣講 登格樂今天 這個是一個剛剛提到 這是我們的國家要面對的問題 熱帶疾病的問題 我也希望未來 如果民進黨有機會執政 一定要重視這種熱帶疾病的問題 一定要跟新加坡一樣 一定要跟新加坡一樣 用國家的資源 投入整個登格樂的防疫工作 這樣 要不然我地方政府 我做到死 中央政府當然他們也很關心 疾病管制局也給我們肉乾的資源 不過我覺得這些都不夠 我們現在進行 我們的國衛 國家衛生研究院 他們對於台灣蚊子 登格樂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基本上到現在都沒有一系列 長期的研究 我們將來有沒有防止 登格樂的疫苗 我們能不能跟新加坡合作 跟很多熱帶國家幫這個合作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一定要做 我們的國家應該投入更多熱帶 一些的能量 這樣我們才有法度處理 我這樣跟正議員感謝 我們同意 我們希望我們的團隊去討論 第一個 防疫基金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應該要來討論 我們希望能夠有社區 常態性的這樣的一個 防止登格樂的志工 那我們也要透過今天 正議員你的這順 我要跟我們的企民朋友說 說有前有後果 是一位環境 讓它清潔 我是覺得這是大家要做 政府不是要去家裡給你噴牛 是不得已 現在我也去收購 是不是我們家裡要噴牛 還是我們可以讓你一個安婢住 一個狀態的蚊蟲 你自己只要把自家裡面 如果需要我們這個環保局 在屋前屋後四九位 這個我們都很願意做 我們現在是屋前屋後四九位 很多學者也跟我們一起去看 他就覺得市政府做到這樣 但是家庭的內部 我們要去跟他們噴牛 每個家庭都是抗拒不滿 我有苦難言 不去噴 又很怕說你現在你那個蚊子 你蚊子看起來不好 蚊子又走出 不是要再點多少 所以我是認為 如果透過今天電議員的這時候 我們跟市民朋友說 問一個人都要把家裡 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標準的 作業的聽說 把我們家裡 水都發 我們那個 很多的都是已經說得不乾淨 就是說 這大家都要做 大家也不提高警覺 市政府投入再多的資源 高雄2946平方公里 這人口密集 有些比較空曠 所以市政府我就說 炒得病也沒辦法 但是我拜託 我們希望產學合作 將來我們能夠有登革熱的防治中心 現在高雄一寫大寫有 但是我想整個能量還不足 謝謝曾議員支持我們 多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未來你的承擔還要更大 未來我們希望 真的民進黨能夠執政 能夠把這樣的一個資源 把它做一個看待民生疾苦的問題 能夠根絕登革熱 請下一張 這個我想這個是一個故事 這個上吊死亡是我們林園的最近的 他是現任的林園行政組長 那他是我一個好朋友的國小同學 那他自殺的前一個禮拜 他曾經透過我這個朋友 要來拜託我說 是不是應該是要做一些 那個植物上的吊動 請下一張 但是他就在一個 傳的一個訊息是寫5.44 我要死死死死死的 他是傳給他這個國小同學 他自殺之後 我這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他自殺了 那我當下其實是有一點自責說 因為我跟他約的時間是我有點忙 所以跟他約的時間是 跟我的服務時間大概差了好幾天 請下一張 那我想這個憂鬱症 在今年我特別感到震撼 震撼的原因是我們的周遭裡面 往往不管你是一個身負 一個很大責任的一個官員也好 或者是一個民間的一個 一個一個CEO也好 我想很多的憂鬱症 常常往往自己不知道之後 然後造成很多自己內部的組織也好 或者很多人際關係的改變 請下一張 那這些的狀態 我想這都是講一些症狀 請下一張 那我要講請下一張 請下一張 請下一張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在這裡也跟市長 還有跟我們所有局處首長裡面 各位局處裡面 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工作的壓力 也許你會碰到你周邊的人是有憂鬱症的 我有時候都覺得 我是不是我有憂鬱症 請去跟我們說壞了 我都覺得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故事裡面 我們也常常在了解說 如果這件事情提早預防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我們既然知道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來議會的時候 被一位交通警察攔下來 那是早上 我想局長還沒有就任的時候 他攔下來要跟我酒冊 他要跟我酒冊 可是呢 是別的員警來要跟我酒冊 那我們後來 因為我都覺得我也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要攔下來 跟我酒冊 可能快一點 他要是我從這樣的中正路路到 到陳青路 右邊是往國泰路 左邊是往原來的高雄縣政 我是要往原來的高雄縣政務去 他被攔下來之後 他當下就 以他的員警的身份來 來料理很多的SOP的動作 那個我們都認懂 可是他要叫我要開單 要叫我酒冊 我覺得這個不正常 當然我跟他講說 你可以跟我開單 因為我在趕時間 這個是一個故事 但是後來這個故事 是我跟鳳山分局 鳳山分局的分局長 現在已經應該是到台東 當警察局長 王局長 他拿了這個員警的憂鬱症的要來 跟我講說 這個員警有憂鬱症 他是不能開單的 我當下馬上說 這個應該把他調去警備隊才對 調去警備隊 或者說是不是相關的單位 讓這樣有一個調適 或者不要面對第一線 所以很多的公家公務單位 我想不管是哪一個局處 我覺得哪裡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境 或者個案發生 那這個案件因為我 發生在我的周遭裡面 尤其又是我們很中級的幹部 一個優秀的員警 那我剛剛其實也跟請教一下局長 局長也很善意 而且非常的體貼 從他六龜 然後調到我們的臨遠 臨遠究竟他家又住在五甲 因為我們鳳山文局的確的 任務又比較重 所以這樣的體貼 又換不回這樣的一個 憂鬱症的一個患者 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們到底我們的政府裡面的體系裡面 我們對憂鬱症裡面的體系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限的預算 還是我們應該編更多的預算 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人事處的人化中心裡面 是不是在這樣的一個課程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公務人員都知道 認識什麼是憂鬱症 讓你周遭人知道說 我邊的人憂鬱症 可能他的人際關係 為什麼變這樣 拿你的課是弄得一塌糊塗 所以我們人事處裡面 我們的人化中心的課程裡面 處長在不在 處長 好 處長 好朋友 我覺得你來是我們的福氣 是不是人化中心裡面 這個課程 我覺得你們的預算是越來越少 沒有錯 可是我們很多的意見 他是很樂意的去做這樣的一個演講 讓我們的公務人員能夠 來分享這樣的課程 好 處長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 那其實我們了解 我們特別是遠景部分 他的工作風險特別高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有開設 這個我們警務人員情緒管理班 還有警政人員諮詢輔導班 那對於一般的同仁部分 其實我們也開設很多 紓壓的課程 那這一部分剛剛曾議員所提到 因為二十秒的關係 我不想再離開 我們將來對憂鬱症部分 我們會加強給同仁認識 我想這個憂鬱症 我把這個故事 最主要目的是 在做一個ending 是我們希望說 有一些故事的發生 背後我們能夠做一些 未來的政策的修正 來做一些改善 我想這是 上午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三點繼續開會